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讯 让我一次次与仙佛更亲近 感谢仙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来到第57次 世界大同圣讯的研读 那今天我们会将这个 有份理归孟夫子慈悲的这个心中性做一个结束 好那我们还是先来复习一下 那俗捐 数位行不备 安分手及礼根从 尊德且乐意 不万乎是智人勇 唯有之命者 顺受天意行灯正 存心并养性 照次颠沛不放松 三间之小境 戒然用之路变成 若为坚不用 茅塞之以整会通 学道一如是 天理良心行己用 共赐后者兮 自反而说 当恒成 要自身有道 此理可得 请尊奉 方位十愧对 其得已以主人翁 去兮得十相 一族心宽 物相容 念念皆纯尽 般若妙志圣凡同 情作及四遥 天性满部永不穷 眼力生之时 有得能够达天听 贼亦欢乐无 事己会他尽更迥 此事休止心 日日不忘守志中 圣者的忧愁 于是怜民 施本荣 唤行尔君主 遭遭得以成长空 流连极官无 不妨折难 令民懂 成善之辟邪 为天之威 尽且功 则于使宝之 即易氧气 无蒙腾 行当欠于心 配意与道 是真宗 水浊师浊足 然而水清 师浊因 鬼欲难自取 物质作孽 物前程 狗不自于人 众生幽露 逆难正 人与受益心 才与人伦 人与行 恶穷而顾名 户贵不惠心自动 乌谦亦不忘 帅有旧章宝初衷 不同乎有俗 不甘罪落与平庸 人离孤乌事 心有主见 罪充隆 有练文广域 忍吃文秀 忍怂恿 保护人合意 细细品尝 真受用 好 这是我们昨天读的 孟夫子给我们的勉励 那重点就是在讲说一位 致以实见大同的理想 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理想者 要以人立身 以仁爱为动力 以义行为准则 其次呢 要能够穷而不忧 富而不赢 不迁不忘 那遵行圣人法度 藏宝初衷 其三呢 不同游和乌 不罪平庸 再成不染成 以真主人做主 其四呢 自己要有良好的名声 都要又靠美德 才有办法 真正得到美好的名声 那有美好的名声呢 你胜过别人 有华美的衣饰可穿 要懂得饱足人意 细细品尝 终身都可以受用 好 再来是第五段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请素儒 好 这一段告诉我们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 一切要以忍耐为出花点 从付出中来成就自己 其次呢 要能够发挥本知技术的良心佛性 孝慎法贤 有为者亦弱势 顺和人也 以和人也 有为者亦弱势 只要自己我们肯努力 就可以像圣贤一样的成就 其三呢 博师祭仲 行仁义之风 让民风日善良 世间日清零 道风日盛 其家伦理心 其次呢 心心慈敏众生 化暴力为祥和 二六时钟 美德记足 给人 如暮春风 度众归远 好的 我们今天是要来到第六段 好 那个小佩来帮我们读一下 天顶地如钟 亮大志远心宽宏 红尘眉朵连 与明智心相应宏 理得志安然 批判善风若绝红 再凡情修养 寒如肥浅则万众 则万众 而我之力量 与共愿大往前冲 莫言力不足 尽心二字寄心中 之而不行于 道非无有天路中 穷达不失意 只可萧萧地光荣 天将将大任 众心忍信真其能 不免能自强 为经为一道尊崇 好的 我们 第一小段 我们请王讲师来 给我们先读一下 天地地女中 亮大自人心花红 无成眉朵无 与明智心相应 在修汉道过程中 必有所募劣 如同在天地地女中 受草语 真修道只当以鼎化 如如幻子 改变心境 因然约豆 将信仰泛大 将自向泛文 内心宽宝宏大 在尘世当中 果中在与灵敏 反性互相 那么一将 恳慕恢复自己之心 自己如实 众生也如实 真是所谓 人面桃花 将一品 将得一章 好 那 感谢孟夫子 给我们慈悲的勉励 那一位 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就好比在接受 天顶地五的锻炼 以前早期在大陆 师尊半道的时候 这个 有利儒利慧 一次呢 有时候是一个月 甚至更久 那这种天顶地五的锻炼 因为 一次时间很久 而且都是仙佛来锻炼 那像这样子的这种 阴言其实是 不会很长长的 那个是早期 要快速成就人才的时候 那才会有这种 上天色的天顶地路 慢慢的到了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上天呢 慈悲 我们佛佛老师 这个 跟老母 恳求 让这个天顶地路 变成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可以来锻炼 法会 改成法会 大概一次三天 像这样子 我们今天的法会 那早期的利炼利慧就变成 在人世当中 在生活当中 借人借事来锻炼 这个天顶地路的锻炼 那这种天顶地路的锻炼 可以炼出一个人 那一种太和的心量 也就是宽宏的心量 眼大的灵想 在这个锻炼当中 还可以恢复 一个人的本来面目 叫做赤子心 好比那个 在污泥中 栽莲花 莲花能够出污泥而不染 污泥就像我们在人世中 所接受的各种锻炼 那个天顶地路的锻炼 莲花 那么样的洁白 也是从这个污泥当中 长出来的 锻炼出来的 第二段我们请 俗娟 你得自安然 期盼善风 若绝红 再凡情修养 寒如悔浅 则万众 以真理来行事 自然心安理得 但期盼这股善良人意之风 有如长江大河缺了口一样 浩浩荡荡 谁也挡不住 流遍每个世界角落 虽在凡尘俗事 但只要请以修养德性 那么此德 则至优渥深厚 必定能则及所有作生 其次呢 孟夫子名利我们 只要我们心中有道 就可以心安理得 那这等于说 就是以道理作为准则 那做人做事呢 都不离道 不离这个 仁义为准则 这样自然而然 就可以形成一股仁义之风 你是金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演 意思是说 这种风气 仁义之风 慢慢慢慢 只要我们努力 去推展仁义的话 就会慢慢形成 而且呢 每个人每个人 都晓得要修的话 这世间就会渐渐走入 所谓的大同的理想 人间净土 所以人人揭晓 勤以修德 这个是 这些白杨天使 实践大同理想者 所努力的 将来 他们都可以得责情深 因为做的 就是最有意义 最有价值的事情 恕如 而我之力量 与共愿大往前冲 莫言力不足 静心二字 济心中 但盼以你我之力量 还有你我之洪世大愿 共同往前冲刺 莫说心力不够 当要静心二字 谨记 在心中才是 老师云 我们修道修心 我们半道静心 好 到了最后 孟夫子勉励我们 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也就是说 在实践理想的过程 当然 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的考验 锻炼困难 也许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 能够真正把这个理想实践吗 所以孟夫子就勉励我们 但盼你我之力量 就是而我之力量 其实你我 这个你也有 好像孟夫子 孟夫子在暗中 给我们助力一样 当然也有我们周遭的人 也是你我 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形成 叫做得不孤必有灵 如果我们有一个 共同的理想在努力 就会形成一个众人的力量 那叫做众人的愿力 这个愿力 是有很清楚的目标跟理想 我们就是要实践一个大同 一个人间净土 那有这样一个清楚的目标 跟理想去推展 渐渐渐渐 当然会形成认同这个目标 理想的人 这一群人 一群人一群努力 力量就越来越大 所以叫做莫言力不足 过程但问尽心 这个就是努力跟隐 我们只问努力跟隐 那上天也会给我们很大的助力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修道就是修心 伴道就是尽心 我们借着过程来修炼自己 锻炼自己 天顶地鲁的锻炼 然后借着事情 也是伴道尽心 聊我们的愿 聊我们的罪 但问尽心两字 小沛 知而不行于 道非无有天路中 穷达不失意 知可萧萧地光荣 所谓知而不行 道非我有 若不尽心尽力去做 则上天所示的福祿 则会永远终止 因为每一个修子 都是恨怨而来 若怨不了 难把相还 而且在修班之中 于穷困时不失意 简达时不为天道 这样去做 就可以悠然自得 并缔造光荣 好 孟夫子慈悲勉励我们 凡事只要我们 尽心去做 努力去做 上天一定 也会给我们 很大的助力 如果说知而不行 知道这个理想 目标 这个理想再好 目标再怎么远大 可是我们不去做 自而不行 道非我有 所以 尽心尽力去做 上天就会赐给我们 很大的力量 跟叫做 未来的福祿 天路 天路 那当我们 遇到困难 叫做穷达 不失意 遇到困难 不会改变我们的心智 这样子呢 努力去实践 终能够 缔造 光彩的未来 叫做 萧萧地光荣 萧萧指的是 我们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很可能呢 就像 陈萧 非常的 纷杂 各种的 考验 锻炼很多 人事 是是非非 人事间的这种 锻炼 考验 这些都是 一种磨炼 只有磨炼 才有办法 缔造出 光荣的未来 王讲师 天将将大任 动兵人性 跟其人 不眠人事 将 回兵为御 造尊 要知道 但要把 任家的这个人 一定堅持 他的心情 劳累他的心固 第二 他的趋疾 重拔他的增加 扰乱他的体位 使他的所作所为 都不顿退 为的是要 移动他的心智 堅忍他的性情 增加他所欠缺的能力 互相努力 努力能 赤利自强 定专心一致 真实无碍 御力念回天理 御人心回道心 明摆至善之境 恢复本能念念 并将大道尊 正能推出 好 最后呢 孟夫子勉励我们 要有孟子所说的一段话 天将将大任于世 也必先苦其心 治劳其心骨 恶其体肤 行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应 整性 真意其所不能 那这一段话的意思 那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上天要降大任于某一个人 一定会有很多锻炼给他 这样才有办法成就一个人 在我们道场呢 当一个人发了一个愿 有了愿力 当然就有了行动力 但是愿越大 考验也会跟着来 愿大 考验可能就大 所以呢 有些人呢 觉得说为什么我 会有这些考验呢 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的愿大 将来要 要有一个大担当 上天要降大任 所以我们有这个大愿 那大愿当然就要有各种的 考验锻炼 才有办法成就 所以孟子在这边 就是最后用 这个天将降大任来勉励 每一个白羊修士 以这个大同理想 作为我们 要来人间完成的使命 为经为义 努力去做 那上天当然会给我们一些锻炼 这是绝对免不了的 但是呢 上天的助力 也必然很多 这种锻炼最终呢 一定可以达本繁衍 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 并将大道 遵从推广之 好 这一段的重点呢 是一个最后的结束 这一段 整个讯文 也讲的也是一位 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好比在接受天顶地鲁的锻炼 要炼出灰宏的度量 眼大的理想 还要能恢复赤子心 如莲花 出乎你而不染 其次呢 还要能以道理为准则 形成一股仁义之风 让人人揭晓 勤以修德 得则勤身 其三呢 在实践理想的过程呢 以你我的力量 形成众人的愿力 就是包括孟夫子 也会给我们 帮助的力量 暗中帮助的力量 那只要我们有心 这一股艳力 莫言力不足 但问尽心二字 其次呢 若知而不行 到非我有 结合众人 尽心尽力 努力实践 众人缔造光彩的未来 其五 就是最后啦 勉励我们要笑话 天将将大任 以私人也 那一种 苦心锻炼 动心忍性 争议其所不能 这个我们说 争议其所能 争议其所能 就是争其能 争其能就是 把自己的不能变成能 这个 那种精神 为经为义 努力来完成死命 好 我们孟夫子这一段圣信 非常感恩 感谢 我们已经读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白话讯 书娟 吃得苦中苦 欢为人上人 有挫折才会进步 吃得苦中苦 欢为人上人 人间疾苦 多去体会体会 才知道要正己度人 需要有慈悲心 所以要学习观音菩萨 闻生救苦的精神 如果只是明哲保身 这样怎能把自己的缘 慈悲心给众生呢 现在白阳旗三朝普度 为师要徒儿的背力量 去度化有缘的众生 让他们能够脱离苦海 登上彼岸 你们希望国家社会安定 也要有正己成人 自觉觉人的精神 要以古时候的道德人 和真理去企划众生 自得苦中苦 欢为人上人 就像我们前面 孟夫子勉励我们的 那一种天顶地无的锻炼 这当中当然有很多的苦 不过这些辛苦的锻炼 才有办法真正成就一个 好比说你要有一尊 让人膜拜的这种 菩萨的形象 也得要经过切磋琢磨 从一块菩意到变成菩萨 那个过程 那是很辛苦的 所以那种锻炼 需要有慈悲心 需要有正己度人的心 用这个来当作我们 接受锻炼的那一股动力 所以排阳琪也就是三朝苦度 佛佛老师的责任很重 他还要帮助每个徒儿 所以我们也应该帮老师分担 好好锻炼好自己才有办法 就像我们应该在各方面充实好 包括我们的道学 经学 还有我们度人 正己度人 还有我们的慈悲心 这些有时候都需要经过锻炼 需要经过锻炼 那学习的过程也很辛苦 比如说像我们经典的课程 有很多人用心在学习 也有一些人 他会因为各种事情就会耽搁 所以我们还得要自己 辛苦的努力 找时间不断的充实 这些过程都是吃得苦从苦 方为人上人 将来我们才有办法替师分担三朝的重任 我们请肃辱 萧萧萨走一回 轰轰烈烈半一番 徒儿常过喜怒哀乐 喜得多还是忧得多 苦得多还是甜得多 何不苦中作乐 萧萨走一回 这红尘本是假的 萧萧萨撒的走一回 轰轰烈烈的半一番盛夜 你们退至哭泣的时候 都会喊老师 在深夜默默的叫老师帮忙 求仙佛菩萨拨转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想看 要求自己的自信佛 不要一直往外求 往自己的真人主人做主来求 有些事情是仙佛菩萨也帮不了的 像生死大事 要自己解决 见功利得要靠自己 刚刚前面讲吃得苦中苦 还为人上人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接受各种考验锻炼 有时候我们也要潇洒一点 这些辛苦也是一种苦中作乐 把它当作一种锻炼 就是苦中作乐 就可以潇洒走一回 但有些人在接受辛苦锻炼的时候 他会退至 会哭泣 会喊老师 这是佛老师在这边讲的 甚至深夜默默的叫老师帮忙 求行佛播转 其实这些老师都看得很清楚 上天都很了解 有时候不是上天不 不马上帮助我们 而是上天希望我们多一点锻炼 有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想 我们为什么这么辛苦都解脱不了 都还是有各种事情一直来 有时候当然也是自己 自己招惹来的也有 但也有可能是上天希望我们 多一点锻炼 多一点锻炼 将来才能担当更大的责任 那个小佩 见功利得要靠自己 不要遇到一些小错的 就会自耍脾气 前前怎么劝也不来堪办 自己闭关起来修炼 怎么忍心丢下这么多的众生 想到这些 你的心就收回来了 想到为师 想到老母 想到自己的使命怨力 就不会像困难低头 在先天你们有立愿下来 忘记就罢了 后天你们跪在佛前跟老母立愿 自己的愿不了 难把相还 不要只会立 不会了 这样怎么办呀 修办道其实就是了愿跟了罪 但是一定会有考验跟锻炼 前面告诉我们 那个叫做吃得苦中苦 荒为人上人 叫我们要放得下 要潇洒一点 潇洒走一回 可是有些人就是潇洒不了 那也很难放下 所以佛佛老师这边 他就教我们说 那你就想想老师吧 想想老母吧 想想自己的使命吧 那你可能这样子就会有力量 就不会像困难低头 因为我们都有 应该这样讲 我们都是立愿下来的 那所以这个愿力 是无始无终 我们就是了愿了罪 所以每天在佛前跟老母磕头 等于说我们是在聊我们的愿 聊我们的罪而已 好好地修办 好 那这里建功立德 靠自己 好 王蒋师 最后这段话是佛佛老师 勉励我们要把握时间 把握加光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而且现在是最好修办的时候 以前还有观考 各种的考验锻炼 现在呢 你想去哪里办到都可以 都很方便 而且现在的网路 这种传播的方式 比以前更快 更方便 只要我们有心 我们要读很多的 有关的经书也好 圣书也好 圣讯也好 也很多 读也读不完 所以你想充实 也很方便 你想修办 也很方便 那环境呢 也非常的好 这就是天死地利 人和 现在是差在哪里呢 有些人呢 就是没办法把握一个这么好的时光 这么好的机会 赶快去快马加鞭 反而被安逸给困住了 被舒服的环境给困住了 那个修办的动力就少了 就没了 那等到这个时光过去了 一切就成了历史 我们 懂得把握努力去修办的人 自然能够有所成 一天过一天 最终还是无所成 那这一切一切 最终我们也都要回去上天面见老母 到时候呢 我们再懊悔 惋惜也就来不及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时光 懂得付出中来成就自己 好的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这边